这人太恐怖了 这人根本打不动他 宰皇 皇甫大道 这两位无上教主 心中简直是在恐惧 毛骨悚然 如果方寒和他们战斗 那他们无论如何 都有必胜的信心 但是现在方寒站着不动 让他们打 丝毫不动 这简直是差别不是一个等级 也就是说 方寒收拾了君苍生 也就轮到他们 他们没有一点反抗的力量 君苍生 死吧 天君转世 就是为了成就我 你当年是天君的时候 也是个废物 否则不会陨落 方寒不理会 两位无上教主的攻击 直接对君苍生 展开了最后的攻击 周身的元气如龙似虎 升腾而起 一掌打出 苍穹不断地在手掌上浓缩 君苍生再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被一下拉了起来 倒到封印 渗透进入了他的身体 他眼看 也就逃脱不了被击杀的命运 就在这时 突然 虚空中传递来了一声爆喝 住手 这个声音 音波就直接化为了攻击 漫天都是扭曲的神圣音符 每一道神圣音符都简直如浩瀚烈日冲击而来 西皇 你终于出手了 我等待你多时了 这个时候才出手 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 方寒一手不动 一手画着尾掌 拍了过去 顿时法力朝涌 一股股的气墙排山倒海 崩天裂地 长进所到之处 那些烈日般的神圣符文 全部化为乌有 这是他参悟出来的法界无上法 几乎是触摸到了 法外之法边缘的一掌 咔嚓 一掌抵挡住了 这浩瀚一击 方寒另外一手 就把君苍生抓了起来 胸口出现一个黑色的窟窿 里面是图腾之罐 把君苍生整个人都吞了进去 而他的面前 就出现了一个老者 如大日一般的悬挂天空 照亮诸天万界 正是西皇 西皇一出现 就镇压住了场面 对皇甫大道和栽皇手一挥 立刻镇压住了他两人的气境 示意罢手 皇甫大道虽然松了一口气 但是心中暗暗吃惊 原本他以为自己的修为 可以和西皇争锋 但是现在 一看西皇出手 就知道 这尊远古太初之气所化的谷皇 远远在自己之上 不愧是天庭谷皇第一人 审判之枪 是王品仙器第一 风元 我还是要叫你风元 西皇一出现 就盯着方寒 你应该明白 我叫你这名字的意义 把君苍生 宁皇和生皇的灵魂烙印交出来 你还是风元 今天的事情一笔勾销 我不计较你什么 审判之枪也不计较你什么 要不然 你走不出天庭 就算你走出了这天庭 余化门也要覆灭 你犯了大罪过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西皇 今天的事情 你都看见了 我在天外 帮助天庭击杀蛮族一届大军 还承受了蛮族天军意旨 差点死亡落到这里 就遭遇到围攻 你现在却说我犯了大罪 到底是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天条 方寒静静站立 指纹西皇 你是戴罪之身 身上的污点 还没有洗刷 再说 他们围攻你 也没有把你杀死不是 你反而是差点杀死他们 难道还不满足吗 西皇眼神犀利 我早就说过 只要你在天庭 戴罪立功 你的什么事情 我一律不追查 现在给你机会 把人交出来 一切复原 我可以许诺 你只要斩杀蛮族的古皇祭司 把七大圣器全部凑齐 献给天庭 那么天庭 就会真正地抹掉你一切罪名 不错 风云 你是有罪之人 眼下与化门 也要遭遇到灭门之祸 皇府大道冷笑连连 有了西皇撑腰 你把时光之杀交出来 我也可以饶你 不行 西皇 死子太恐怖 绝对不能够饶 立刻要镇压 直接杀死 否则后患无穷 灾黄则是必须要置方寒于死地 风云 我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考虑 否则 我就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 那个叫做方寒的人 西皇背着双手 在天庭中 你也不要妄图反抗 因为天庭的元气 都是我来掌握 我的实力在天庭之中 远远超越了你 哈哈 方寒突然之间 长笑起来 西皇 我今天不但要交出宁皇 升皇 君苍生 还要为你们天庭 凑齐七件蛮族盛气 什么图腾之冠 燃血之一 都要献给你们 就轻轻松松地一句 抹掉我的罪名 这个如意算盘 打得真是精妙 可惜啊 可惜你的脑袋 这么多年的修行坏掉了 也好 我正要大杀一场 西皇 我就看看 你好像是天庭古皇第一人 我今天就要你 还有审判第一的位置 都彻底消失 方寒这是彻底放开了 他炼化时光之沙 又炼化了剧毒之沟 绞神之铠 生灵之剑 辉煌之刃 诸多王品仙气 荣于一炉 身体修行 到达了万法不沾 诸法不破的地步 早就有心和西皇审判之枪一战 更何况 现在天庭处于混乱状态 方寒 你终于暴露了 狼子野心 看来审判之枪做得对 不过他做得还不好 没有当场把你击杀 心存了仁慈之念 西皇好像方寒的反应 都在意料之中 不过到围攻 诸多天军无法分身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吧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掌握天庭元气 随意一动 就可以取你性命 到底今天谁死 还得动手才知道 方寒身体一动 眼神上又出现了万童之王 崇华之童 对着西皇击射过去 同时一步 跨越了遥远时空 在千万亿的平行空间中行走 刷的一下 来到了西皇的身边 一拳轰击而出 居然打出了刚才 军苍生施展出来的那一招 不共戴天 我就是天庭 西皇就说了一句 冷冷看着方寒击杀来的一拳 在周身上下 出现了一个金刚之兆 白森森 气流环绕 哦 好像是太古神山撞击在天地井中之上 红中大吕的声音响彻起来 以西皇为中心 法力散发了出去 许多天庭的亭台楼阁 都被摧毁 化为乌有 方寒一拳轰击在金刚之兆上面 居然纹丝不动 西皇 你有本事 就不动用天庭进法的力量 这样让我鄙视 方寒一拳没有击破金刚照 知道这西皇 是和整个天庭合二为一了 杀你 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西皇脸色越来越冷酷 我就是要施展出天庭的进法 生生地把你折磨至死 当然 在中途的过程中 你可以求饶 我或许会饶你一面 是吗 天庭之进法 也不是万能的 方寒眼神突然一下 看向了天空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之上 不知道怎么的 出现了一股沉闷的气息 所有的皇者都差点要吐血 在那无比之高的苍穹上 七道巨大 伟大 没有任何词语 能够形容的身影出现了 这七个身影 居然抗着一柄大斧 这大斧乌光闪烁 古老 洪荒 超越了纪元的气息 显现出来 造化神器 始祖圣王之大斧 西皇脸色一变 在这刹那 那大斧猛背一下 对天庭劈了下来 斧光接近了天庭的进法 立刻就地动山摇 毁灭性的力量 使得整个天庭都黑暗了下来 变成漆黑的国度 地面开始裂开 四面的元气开始暴走 哄 辅光最终披在了天庭进法之上 几乎是天庭之中 不计其数的弱者 都一下受不了元气震荡 化为灰烬 方寒的五官 全部失去了知觉 全身有一种撕裂的疼痛 不过 他内心深处 立刻出现了一个感觉 好机会 神族七大神帝 终于催动了最后的绝招 发动造化神器 轰击天庭 给了我最为绝妙的时机 天庭宝库 刷 方寒就感觉到 西皇的元气开始散乱 竭力运功 催动自身庞大的法力 召唤闭关的天君 再也没有机会顾及他 他的神区立刻一闪 就遁寻着造化神器残骗的气息 直接进入了天庭藏宝秘库之中 这个时候 黑暗散去 所有天庭千百万亿 横河杀术一般的修士 就看到 那龟甲一般的造化神阵 居然出现了一道裂痕 长达千里 被一击而破 无数的上古天魔 蛮族大军 异界强者 神族的高手 从那天之裂痕中 鱼灌而入 无穷无尽 进入天庭内部进行击杀 而天庭的许多大殿 全部粉碎 许许多多的地方 都成为了废墟 无穷无尽的天庭 处处都被震得破烂 突然之间 一个威严的声音响彻起来 造化无敌 万般复原 立刻一股浩瀚的力量 横扫天庭亿万大殿 许许多多被损坏的地方 居然开始恢复 一道通天之冰刃光芒 斩杀向了从天之裂痕中 冲杀进来的魔头神族蛮族 圣品掀器救赎大人出手了 西皇脸色大喜 但是随后一遍 不好 那方寒逃走了 他进入了天庭宝库之中 皇府大道 崽皇 你们随我 进入宝库之中 追击此聊 是 皇府大道 崽皇再也不敢迟疑 和西皇追了进入 第1361章 大四掠夺 方寒终于抓到了机会 神族七大远古神帝 帝氏天 任力天 夜魔天 话玉天 自在天 这七大无敌巨头 催动传说之中的造化神器巨斧 披杀天庭 轰开一个禁法的缺口 令得天庭大乱 就算是天庭的天君 也都要忙着抵挡神族七大远古神帝 满足天君 异界天君的威力 无暇顾及他 此时此刻 任何大人物都无法对方寒产生威胁 正是他取得星球大小的造化神器 残片的最好关头 而且进入天庭宝库 有无数的宝贝等待着他 以他现在的吞噬能力 不知道可以得到多少法宝 多少丹药 多少材料 多少好处 如果掠夺到了其中的法宝 丹药 全部纳入囊中 那回到羽化门 可以缔造出多少高手来 天庭的宝库之中 王品仙器都不在少数 想一想 如果羽化门的圣子 人手一件王品仙器 那是不是可以堪称天下第一大仙道门派 方寒摆脱西皇 冲入宝库 运转自由之意 偷天之道 纪元之步 转眼之间就冲破了层层禁法 甚至没有引动任何禁法的反噬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其中 天庭的宝库 不知道多深 一层一层的空间 自称宇宙 不知道多少奇珍异宝 灵丹妙药 当先方寒就进入了第一层 就看见了层层的黄金殿 妙宇 亭台楼阁 居然都是珍贵无比的天津式锻造的 坚硬无比 其中夹杂五行精华 华语绅士 在成千上万的阁楼之中 摆放着不知道多少宝贝 那些宝贝 有葫芦丹药 法宝 金卷 道书 材料 甚至还有封印的上古神兽精魂 可以融入兵器之中 更加增添兵器的杀伤力和威力 方寒此时此刻 推算之道 是何等的强横 浑身实力 炼化了时光之沙 吞掉宁皇 升皇 军苍生之后 又吞掉了一对剧毒之勾绞神之铠 生灵之剑 辉煌之刃 六剑王品仙器 力量无品 虽然没有度过最后一层天节 到达仙人巅峰 天地同兽的境界 但是单单从力量上来说 已经可以和西皇不分上下 就算是西皇和他交手 不动用天庭的力量 也降服不了他 平分秋色 这还是他没有彻底炼化军苍生的情况下 军苍生这个人 被封印在图腾之冠的最深处 死死压制住 方寒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来炼化此人 一旦炼化 就可以横扫无敌 直接晋升到达天地同兽的境界 连西皇都可以祭拜 不过现在 掠夺宝贝再说 好强横的宝贝 这还是天庭宝库第一层 就有如此之多强横的法宝 好多的中品 上品仙器 与化门的那些低级一倍的弟子正缺少 甚至还有一些葫芦中的上品仙丹 绝品仙丹 我都要了 也不浪费什么时间 方寒目光一扫射 就透射过了层层殿堂 妙语 任何细微的法宝 都洞察秋毫 无法逃过他的耳目 他的双眼 又演化出了万童之王崇华之童的妙用 扫射到哪里 哪里的物品就消失不见 被这万童之王时空转移 纳入了身体之中 目光扫射之间 一刹那 成千上万的丹药 法宝 材料 都进入了方寒的身体 储存起来 他的身体晶体神国 因为融化了时光之沙 妙用无穷 每一个神国都扩大了十倍 演化出五行雷霆世界 甚至剑剑和天界的规则相似 也孕育出了天庭 十万大洲 甚至还有诸多神灵 每一枚晶体神国 就是一个天界 居然发展到了这样的境界 可见 方寒体内晶体神国力量 有多么强横 可以容纳多少力量 一层 瞬间就扫荡而过 凡是有价值的东西 都一扫而空 紧接着 方寒来到了第二层 第二层也是层层妙语 亭台楼阁 法宝更多了 许多绝品仙器都随之出现 甚至出现了一条条的一阶灵脉 方寒照样是一扫而空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转眼之间 方寒就扫荡了足足十八层的 天庭宝库空间 不知道多少法宝 进入了他的囊中 连自己都麻木了 他扫荡的速速无与伦比 快得让人吐血 其实宝库之中 也有一些守护者 修行的圣人坐镇 但是连他的面都没有看见 就被吞噬掉 除此之外 强横的天庭傀儡 也被他收取 天庭宝库 越往深处 材料越好 宝库里面的珍藏越强横 甚至到达最后 方寒寻找到了一个葫芦 一个葫芦封印的王杰灵脉 把十八层宝库扫荡了 他刹那之间推算 足足有三百多万条 王杰灵脉被纳入囊中 绝品仙器数万件 王品仙丹上千万枚 除此之外 一些低阶的法宝 丹药 材料 更是不计其数 看守天庭宝库的傀儡 圣人 足足有上百位 都被他一下吞掉 这么多的珍惜资源 法宝 简直是相当于 十座无上大教的 所有宝库传承总和 也就是说 方寒现在如果携带这些宝贝 灵脉进入羽化门中 分发给麾下的弟子 那么无数的弟子 都会在短时间之内 实力突飞猛进 羽化门的整体实力 会提升数倍 天庭宝库十八层 都是一些稀松货色 只有到达真正最深处 才会出现星球大小的 造化神器残片 这些灵脉 法宝对于我来说 没有什么用处 只有增强羽化门的实力而已 方寒数个呼吸 气息为之一变 显然十九层宝库里面 装了重要的东西 已经不能够随便进入 巨大 古老的石门耸立在上面 太古不变 上面十锁 居然隐隐有封天锁的气息 任何人都不能够进入其中 在十九层宝库的石门前面 站立着一个又一个 强横无边的傀儡 那傀儡一个又一个 散发出来皇者的气息 体内澎湃的力量 已经无限接近于皇者 身上更是钢铁铸造 大大无穷 五道的符文明刻在上面 一道一道 显现出杀戮无限的战斗意念 这是 黄金神铁铸造的五斗傀儡 只有天庭才有 看守门户 好机会 我收去了 方寒身体一闪 来到这里 那些五斗傀儡 立刻就眼神散发出红光来 阵阵轰鸣 有破灭万古 震撼诸天的气势 但是 气势刚刚散发出来 方寒身躯耸力 大手一抓 空间变换 整个宝库一层的虚空 全部都在笼罩之中 这些五斗傀儡 全部都被抓在了手掌上 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然后方寒看着古老的石门 手捏三十三天神拳 就是一阵 嗡 上面的封天锁就破掉 他一跃 进入其中 消失不见 在他进入后不久 在石门前面 就出现了三个人影 正是西皇 皇甫大道 还有太一门掌教灾皇 三人看着石门 震惊不已 西皇一跺脚 可恶 此子果然是方寒 亵渎了造化的罪人 他修炼了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并且自己炼制了三十三天至宝 所以才能够一拳 就打破门上的封天锁 这天庭宝库十九层 里面封印的 都是至高宝贝 天君炼制的神符 还有许多至宝 王品仙器 一旦被掠夺 后果不堪设想 这里面 一般都不能够进来 只有和天庭古皇 诸多人物商量 一起会议 或者是天君授意 才可以进入其中 可恶啊 可恶 此子这么快 就把前面十八层掠夺一空 有价值的东西 全部都收走了 灾黄也气得是三师神暴跳 他是极度可惜 天庭宝库何等丰富 就这样被全部掠夺 还是被一个敌人掠夺 谁都不会好过 而且灾黄平时 也不能够进入天庭宝库之中 他也得不到这些宝贝 皇甫大道 这更是第一次进入天庭宝库 羡慕不已 天庭就是天庭 比神州净土的宝库要大得多 他甚至也想掠夺东西 但是不敢 没有这个胆子 不过 极度的心思越来越强烈 杀死对方的意念沸腾了 我警告你们 宝库十九层 里面的任何东西 都不能够私自收取 因为都是天君遗留下来的宝贝 天君赏赐群臣的东西 你们要是擅自动弹了 不可收拾 这方寒是胆大包天 以后必死无疑 天君不会放过他 西皇发出了最为严重的警告 皇甫大道 灾黄心中一领 收了一些小心思 但一想到 方寒现在进入其中 大发奇才 自己一点都不能够动 便怒火中烧歇斯底里的想杀人 刷刷刷 三人进入了其中 追杀方寒 而此时方寒 真正的发财了 发大财 他进入了天庭十九层以后的宝库中 才真正的知道 什么叫做宝库 前面的宝贝 根本算不了什么 十九层的宝库 不再是一个个的庙宇 亭台楼阁 而是一个宇宙 浩瀚无涯 好像世俗之中的星空 无数巨大的星球 就是一个个储存宝贝的架子 方寒一冲入石门 就进入了这个宇宙中 哗啦之间 一条璀璨的银河 显现在自己面前 巨大而古老的星球 在旋转 方寒顿时就看到了 离自己 很近的一颗星球上 贴着一张巨大的符 那幅金光闪烁 锐气纵横亿万里 上面写着几个古老的先文 永恒天君 积极如律令 天君亲手炼制的符 这是用来冲击境界的符 方寒大喜过望 一手朝那幅抓了过去 第1362章 神威无量 方寒一眼认识出来了 那永恒天君 积极如律令的符 非同小可 乃是天君亲手绘制 其中蕴含无上的道数意念 如果一个人身怀这符 可以抵消天节的力量 提升境界 对于冲击金仙 祖先 元仙 甚至圣人 皇者都有很大作用 一道符 价值连城 如果拿了回去 给羽化门中许多辈分极高 继续深厚的圣人使用 他们很有可能 就会成就皇者 皇者至先 是一个门派的真正根基之所在 擎天柱一般 一个门派中皇者越多 门派中的弟子 出去说话 就大声一些 大手抓摄之下 那道符产生了抗拒 但是方寒何等神威 连连变化 直接就击破了符的光芒 然后把星球上的那道符接了下来 封印在身体之中 他正要感受这幅的威力 练话 突然耳朵一动 听到了后面的一些声音 知道是西皇等人追来了 可恶 这些人追过来 我就不能够顺利收取法宝 收取是西皇 可以调动宝库之中的元气 难免一场恶战 我得立刻得到造化神器残骗 跑出天庭 等待天庭大战结束的时间之中 炼化之后 实力猛增 天君都不能够轻易杀害我 方寒已经知道了 自己该怎么做 他不顾许许多多星球上的法宝 而是直接飞向宝库深处 一座座的星域 在脑后甩了过去 无数强横的法宝 但要 在他的感知中飞来飞去 一眼看过去 一些巨大的星球上面 有圣接灵脉 有王品仙器 甚至还有圣品仙丹 在外面 几乎是宝中之宝的强横法宝 在这里面随处可见 这就是天庭的宝库 天界之中 最强大的一处宝藏所在地的精华 但是现在 方寒已经不能够眼神一扫就收去了 因为这些强横的存在 收服起来 要浪费一定的时间和法力 稍微一耽搁 西皇就追了上来 一场恶战 浪费时间 在这宝库之中的法宝 就算是任何强横的王品仙器 都不重要 最为重要的是 星球大小的造化神器残片 得到了它比什么法宝都重要得多 不过饶是如此 方寒急速飞行 自由之一传说之间 看着那些法宝 圣皆灵脉 圣品仙丹 就暗暗可惜 那是 子武王炉 王品仙器丹炉 非同小可 如果我得到 炼制各种丹药不成问题 传闻之中 此炉还可以自动汲取天地精华 自我凝聚成丹药 不过 我降服它 需要三个呼吸的时间 不够不够 方寒看着一尊 在星球上存放的丹炉 暗暗叹息 飞过去 那又是一枚圣品仙丹 功效不在诸天君王丹之下 可惜我收取 也要两个呼吸的时间 飞过了一枚丹药 它又叹息 如此之多的强横宝贝 全部都搬出去 纳入羽化门的宝库中 羽化门休养千年 立刻就可以成为天界第一大教 除了没有天君之外 综合实力 要远远超过神州净土 皇甫世家 木野世家 可惜的是 现在只能够眼馋 不急不急 等我得到了造化神器残片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迟早有一天 都是我的 方寒安慰自己 它的体内晶体神国推算之间 简直是把自己的速度 到达了最大 瞬息之间 就可以穿越天界十万大洲 遨游八荒路河 茫茫海洋 自由之意的力量 一个山洞 皇甫大道这种角色 只能够跟在屁股后面吃灰尘 影子都看不到 无数强横的法宝 从它身边流逝而过 各种服 丹药 任何一种传递了出去 都要许多无上大脚发疯 但是现在只能一一放弃 造化神器残片 越来越近了 我看到了 方寒岳飞 全身的晶体神国 三十三天至宝 都沸腾起来 真正的热血沸腾 全身不能自己 每一个最微微小的颗粒 都要兴奋地爆炸 在他的眼睛之中 嗡 就看到了 在前面 一片金碧系封锁的时间中 一尊巨大无比的 椭圆形星球出现了 就是这尊星球 使得方寒全身热血沸腾 使得他心灵 都有一种窒息爆炸的感觉 这就是 造化神器残片 一块指甲盖大小的 造化神器残片 就能够产生 无与伦比的威力 现在 一个星球大小 能够有多大的力量 炼化之后 远远超越西黄 审判之枪 会无限接近天军马 方寒心中 在激动到了顶点之后 突然冷静下来 进入了一种寂灭的状态 花开自在 花落不留痕迹 这是他的能力 越是到达最后关头 越是冷静 冷静得可怕 冷静得任何人 都不能够看透他 此时此刻 他就好像是一尊 耸立在时间长河之中 已经亿万年的神像 魔区 对着那尊金碧戏 打出了道道封印手法 33天造化神权 哇 那封锁的金碧戏 就算是皇者都无法打开 但是在方寒的造化神权之下 土崩瓦解 许多晶体炸开 结构真居然和方寒的晶体神国 有一些相似 每一枚被破坏的晶体 都呈现出龙龄状态 里面都浓缩了 天界天庭十万大洲的虚意 这就是古老的天界 最为神秘的金碧封印 世界屏障 被方寒施展出造化神权打破 一打破 里面造化神器的残片 就泄露了出来 一波波潮水般地 冲击着方寒的身体 每一丝气息进入其中 方寒的力量就增加了一份 天地一体 永生之门 方寒几乎是想也不想 一念一动 整个身体的晶体神国炸开 晶体化为长河 扩散 在空中就组成了一座门户 类似于永生之门的存在 这是他苦修了许多年 参悟的永生之门 灵魂烙印的无上奥秘 门户显现出来 在天地一体境界的镇压之下 三十三天至宝 终于在永生之门虚影内部显现了出来 开始要吞噬这星球大小的造化神器残片 砰砰砰 砰砰 连续三十二声爆炸 所有的三十三天至宝 不约而同的晋升为了绝品仙器 强大的力量交织着 方寒的晶体神国 再次得到了一次造化神器的洗礼 他沐浴在造化神器之中 掌握器运 推算命运 那些造化神器在洗涤方寒的同时 更把他身上所有的法宝都洗涤了一遍 尤其是八部浮屠 还有染血之衣 图腾之冠 这两件破损的圣品仙器 似乎里面都在修复 方寒天地一体的境界震荡之中 造化之器的输入 圣品仙器也可以得到极大滋润 巨大的造化神器残片星球在震动 被方寒引起的震动 山崩海啸 整个空间都颤抖起来 随时都要崩塌 毁灭 方寒竭尽全力 化身永生之门 要把星球吞噬炼化 但是这星球太大了 而且造化神器残片 是天地之间最为坚硬神妙 庞大的物质 就算一点 也足可以把人直压死 现在要吞噬一颗星球 比击败西皇都要艰难 好在方寒在吞噬的过程中 不断壮大 那33天 至宝在急速地蠕动 晋升为了绝品仙器之后 丝毫不停留 还在猛烈晋升之中 渐渐地交织出了 王品仙器才有的大道痕迹 王者气息 33天至宝 晋升为绝品仙器 不但需要造化神器残片来弥补 还需要海量的皇者法则 智仙法则 好在方寒早有准备 吞噬了许多王品仙器和皇者 而且在和复仇之矛 三千年的修行之中 衍生出来的智仙法则 不知道多少 更为厉害的是 君苍生还没有炼化 此人已经到达天地同寿的境界 身上的皇者法则 不知道多少 而且在体内最深处 似乎还蕴含 有没有苏醒的天君法则 现在 方寒在吸收造化神器的关头 就开始炼化他 抽取他身上的无边法则 哎呀呀 君苍生惨叫起来 在图腾之罐中 灵魂透过了层层障碍 看到了方寒在干什么 不由的绝望了 君苍生 你应该绝望 现在你知道 根本无法和我争风了吧 我炼化了这星球大小的 造化神器残片 斩杀审判之枪 西皇 然后参悟天君之道 现在你应该知道 我是最接近天君的人了 绝望吧 方寒强横的意念 轰击下来 把君苍生的意念 轰击得支离破碎 灵魂宛如风中的灯火 随时都会熄灭 不要 不要杀我 我愿意做你的奴隶 做你的狗 不要炼化我 君苍生屈服了 他恐惧了 面对如此威势的方寒 他知道 自己的所有反抗 都是徒劳 哼 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 宁皇 升皇 你们也出来 你们的最后一丝法则精气 灵魂烙印 都为我铸造三十三天至宝 成为王品仙气吧 升皇 宁皇的虚影 也浮现了出来 方寒 你敢杀我 罪该万死 升皇一出来 义正言辞 但是瞬间就看到了 方寒吸收造化 神器残骗的情况 你 你果然亵渎了造化 你再下界 毁灭了我一个惊仙分身 原来下界 灾难天君儿子意念降临 居然是你 升皇 现在死吧 方寒好不怜惜 一掌彻底地粉碎了 升皇所有意念 打入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升皇的气息 彻彻底底消灭了 灵魂烙印都已经不存在 宁皇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终于失去了所有的反抗能力 再不争宁 普通地跪在了空中 第1363章 全部杀死 上 饶了我吧 宁皇向方寒下跪 连连磕头 他现在终于知道 方寒是一尊凶神 连升皇都杀了 肯定不会放过他 现在来到天庭宝库之中 吸收造化神器残片 这是亵渎造化 天庭大计 造化都敢亵渎 那宁皇知道 方寒此人比自己想象中的 还要无法无天 杀他简直是小意思 没有什么不敢的 想不到你这宁皇 也有下跪的一天 不过也迟了 方寒看也不看 一直弹了过去 跪在地面上的宁皇 就猛地爆炸 炸开之后 灵魂彻底消失在无形之中 再也看不见任何的痕迹 他一身惊弃法则 打入了三十三天至宝深处 砰砰砰 三十三天至宝中的周天怡 首先变成了王品仙器 君仓生也惨叫连连 处于了最后疯狂的阶段 方寒丝毫不留情 六字真言轰击而出 把所有的记忆都全部轰碎 灵魂一下化为虚无 君仓生 这个天君转世的强者 彻底烟消云散 一切神通 手段 法术 对于道术的领悟 都彻彻底底地被方寒吸纳 浩瀚无穷的至仙法则 天地同寿的大道文理 全部都灌注进入了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和方寒化身的永生之门配合 顿时之间 化天甲 擎天柱 树剑至宝 又化为了王品仙器 那星球造化神器残片 再次颤抖着 似乎要被吞入永生之门的虚影中 方寒的力量成倍增长 运转造化 神器加深 法则交织 无穷大道 方寒怒吼一声 再次长笑 顿时之间 天上四处破裂 冥冥之中 无数的精气从体内薄发而出 化为了条条大龙 演绎变化 再次凝聚成了 一条条粗大的皇者 至仙法则 这是他自身产生的法则 比起君仓生的 更为粗大 强横 不过 就在君仓生在 祭练到最后一丝精气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道强横的来自亘古不化的浩瀚之气显现了 方寒就看到了一道沉睡已久的白色长红 气息 比起苗黎天君那意志 都要强横很多 朝着自己冲击过来 这是一道天君法则 还没有苏醒 好机会 等就是这一刻 得到了这天君法则 我把三十三天至宝 炼制成王品仙气的可能性更大了 一道天君法则 简直是相当于无数尊的皇者血迹 方寒大喜过望 一道精气浓缩包裹 镇压下去 顷刻之间 那道苏醒的天君法则就被压制了下去 顺势之间 打入三十三天至宝中的炙天门中 轰隆 炙天门不停地流转 接受了这天君法则 庞大的精气再度暴走 天宫 天台 天横 不知道多少虚影走马观花式的缓慢 上面一道道 皇者意念闪烁不停 花纹 诗歌 至尊的气息 冲撞而出 王品仙气成了 本来 炙天门是最难炼制成的王品仙气 只有等到所有的至宝 都化为了王品仙气 才能够最后晋升 但是现在吞了那道天君法则之后 却完全地晋级了 天君法则打破了常规 因为这道法则 已经不属于仙人 炙天门一下化为了王品仙气 三十三天至宝晋升得更快 在那造化神气 残片星球颤抖之间 一个又一个地爆炸晋升 而星球残片 终于产生了军裂的痕迹 就要被方寒吞噬 除了三十三天至宝的晋升之外 方寒的倒数也经过磨炼 突飞猛进的增长 每一件法宝都几乎是得到长足的进步 比起原来的威力大了许多 尤其是一身神国晶体 历历都演化出了天庭 十万大洲 甚至许多蛮荒地狱的真实场景来 而且在晶体神国流转之间 里面居然同时出现了 三十三天至宝等诸多法宝的虚意 似乎是他的晶体神国 可以复制法宝一般 在三十三天至宝炼化造化神气残片的时候 他的晶体神国也在炼化 大量的残片融化之后 进入晶体神国中 补充着力量和他的天地一体境界相互配合 他得到的好处比三十三天至宝还要多 因为三十三天至宝并没有天地一体的境界 而他的身体则是正宗的天地一体 更容易引起造化神气残片的共鸣 得到消化 他现在的身躯 强横得已经一塌糊涂 如果出去之后 恐怕就算是在遇到苗离天君隔空一指 都不会有丝毫的损伤 此时 他的身体 法力 道数 都已经完完全全地超越了西皇 甚至审判之枪 轰隆 那星球大小的造化神气残片 上面军裂的痕迹终于扩大 然后解体 炸开 巨大的碎片向方寒飞了过来 我要让天君都无法杀我 我要在不久的将来 冲击无上天君之道 攀登上这天界力量之巅峰 超脱纪元 再活一个混沌 方寒仰天咆哮 把这些碎片全部都吸入 体内更多的造化之精奔涌而出 把他称得几乎要爆炸 天地同寿 天地同寿的境界 冲击 真正引发天界 使得我晋升 这天地不灭 我就不灭 日月不朽 我就不朽 我和天地一起拥有无穷寿命 巨大的力量 贯穿身体 方寒舒畅无比 再次变化回自己的身体 那星球大小的造化神气残片在体内 还有大部分没有炼化 这要等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一融化之后 才能够完全吸收 不过现在 他也有了足够的资本 冲击天地同寿的境界 境界提高了 能够容纳的力量更多 和审判之枪 西皇这种人交手 如果境界不够 会造成致命的缺憾 甚至和天军交手 境界不够 会被彻底压制 死于非命 方寒头顶上的节云出现了 恐怖的气息自空中而来 来无影去无踪 这个时候 一个魔戒 似乎都出现在了节云之中 这是真正的大节 仙人的最后一层结束 天地同寿的大节 渡过去了 真正授与天骑 渡不过去 立刻死亡 就是如此的残酷 不好 就在方寒头上 产生节云的刹那 西皇 皇府大盗 灾黄闯了进来 就看到了这一幕 西皇脸色一变 原来他的目的是 造化神器残片 他现在开始炼化了 这造化神器残片 是先王遗留下来的 作为纪念 谁都不能够动 他如此大胆 那是天地摩羯 天地骨魔就要显现 他是在渡劫 一旦渡了过去 炼化所有的残片 他将真正地成为 天军之下第一人 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天地将成为血海 西皇是真正觉得 一切都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想不到这方寒的最终目的 居然是这个 现在方寒身上的力量 已经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 他如果不运用天庭的禁法之力 都根本压制不住 被他击伤 都不是不可能 的确不能够让他晋升下去 成他渡天节的时候 就要他的命 灾黄看到了便宜 身躯化为了一股灾难之气 冲了上去 风神石碑扩大 化为了一道通天石桥 对着方寒就进行攻击 哪里知道 方寒双目电射猛逼过来 刷的一下 那风神石碑所化的石桥就蒸发 化为了许许多多的石符 直接融入了他的体内 这太古时代就存在的风神石碑 就直接被方寒掠夺 灾黄也保护不住 灾黄 小心 西黄一看 脸色大变 手上就出现了一轮烈日 浩浩荡荡 朝着方寒攻击碾压 这会儿才出手解救 迟了 方寒目光一闪 那团西黄烈日 就化为了滚滚真火 炸裂在天地之间 他只用目光 就击溃了西黄的攻击 天地第一皇者的攻击 现在在他的眼里 根本算不了什么 灾黄 你今天也死到临头 就不躲闪了吧 融入我的法宝之中 毫无痛苦 方寒击溃了西黄进攻 刷 身体消失 就出现了灾黄的面前 灾黄此时已经大惊失色 失去了风神石碑 正要祭出更为厉害的法宝战斗 但是强横的气息 已经出现了他的面前 这个时候 永生难忘的一幕 深深刻画在了他的脑海中 方寒的身躯耸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那魔神一般的气息 还有头顶上天杰的结云 彻底笼罩住他的身体 天杰还在不停地降临下来 一尊尊的天地古魔 出现在了他的头顶 不停地喷吐出魔云 锋利的魔爪撕裂在方寒的身体上 却纹丝不动 万般结束 不能加持于身 来自开天辟地的神雷 即在方寒的身体上 也没有带起一点伤痕 这是真正的万劫不魔 历经万劫 不能磨灭 天地同寿的大劫 被彻底引发 倾泻而下 轰击在方寒的身体上 但他根本不受影响 出手仍旧是无比犀利 一拳打出 不 灾黄全身都断裂 被一拳就打爆 血染长空 一线生机 重生秘法 灾黄不愧是 无上大教太乙门的教主 全身在打爆的瞬间 再次凝聚 比刚才更强大 他的头上 显现出了灾难天君的影子 人和天君合一 居然化为了一尊灾难古神 头上长着白色独角 脚踏黑相 方寒 让我来看看 你到底有多么厉害 灾黄狂吼 但是 在他刚刚吼完 方寒的身体就再次撞击过来 大手突破一些防线 抓住他的四肢 刷 死裂成了数块 一尊无上大教教主 被生生撕裂 第1364章 全部杀死 下 撕裂的灾黄 再次分化 每一块 都化为了一个自己的形体 开始逃跑 现在这尊无上大教的教主 已经彻彻底底地怕了方寒 吼 方寒一声大吼 刚刚要逃跑的灾黄身体 就再度开始炸裂 里面许许多多的法宝都飞了出来 灵脉元气 天脉符文 甚至法宝囊都被撕开了 足足两件强横的王品仙器 显现出来 灾黄身为无上大教太义门的教主 身上的法宝自然不缺乏 这两件强横的王品仙器 是一子一清两口神剑 乃是明镇太古 太义门的真教之宝 雌雄剑 一雌一雄 阴阳相对 祭出去可以演化太极 衍生万物之母 每一口剑的力量 都不在辉煌之刃之下 双剑合璧 更是可以诛杀万皇 可惜 灾黄知道 这一对宝贝不是方寒的对手 所以一开始就没祭出来 怕宝贝损伤 但是现在仍旧逃脱不了破灭的下场 西 方寒身体膨胀了起来 一吸气破灭的灾黄 就全部连通法宝都进入了身躯中 灾黄也惨叫连连 但无济于事 最后 他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最后狂嚎 方寒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诅咒你 声音戛然而止 死了 这尊无上大教的教主 太义门的掌门 就这样被方寒活生生地吞了 吞掉太义门掌教至尊 方寒仰天长孝 身上天结之气更加浓密 一道道的玄黄之色的气流 好像血液一般地流淌下来 对着他的身体进行冲刷 玄黄之血 西皇大吃一惊 刚刚要出手 但是看到了玄黄色的血色气流 不由连连后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天结居然会出现玄黄之血的冲刷 玄黄之血 皇府大道差点吓死 不可能 难道他在晋升天君觐见 我家老祖宗皇府彼岸 在晋升圣品仙器的时候 那天结就会降落下来玄黄之血 进行洗礼 传闻之中 玄黄之血乃是天地之中最神秘 最杀伐 最融化万物的玄黄之气凝结而成的 每一滴都可以把天地同寿的皇者给撕裂 身躯经过了玄黄之血的洗礼 才能够无敌于天下 甚至经受住天地大破灭的劫难 不要慌 西皇大吼一声 他这玄黄之血不浓厚 传闻之中 天君之劫 是玄黄之血沸腾 化为玄黄泄雷 从内到外破灭 三灾九难 全部出现在身体之中 他是因为太强横了 又强行掠夺造化神器残片 所以才会出现短暂的玄黄之气 凝聚鲜血 洗涤周身 使得身躯坚固 不过这也非常恐怖 一旦洗涤成功 他的身体将前所未有的强横 那怎么办 西皇 难道就看着他这样杜劫吗 皇甫大道急忙道 难道要召唤天君 恐怕不行 眼下天庭大难 远古七大神帝 居然催动了十祖圣王的造化神器巨斧来袭 天庭诸多天君 都要压制终结圣王的封印 又要对抗敌人 根本无暇分身 我只有召唤审判之枪前来 和两人之力 把这魔头方寒封印 镇压在天庭深处 然后 等待这次天庭处理了危机 让天君来杀死他 西皇神念闪烁 西皇 你想和审判之枪一起来杀我 我欢迎至极 你们现在居然不敢对我发动攻击 怕我天杰之中的玄黄之血 好 很好 你们不敢来杀我 我就来杀你们 西皇 你号称天庭第一谷 天君都杀不死你 我今天倒要看看 我杀不杀得死你 方寒突然转过身来 吞了灾黄和雌雄剑的他 经受玄黄之血的洗礼 渗透进入晶体神国中 那晶体神国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好像是天地大破灭 一切神国内部都化为了混沌 重新再演化新的天地 他也没有料到 自己的天结居然会凶猛到这种程度 引发天地之间最为神秘的玄黄之气 凝聚成血液 最身体进行洗刷 不过一般的天结还真的对他不起丝毫作用 这天地同寿大结中 许多天地古魔纷纷显现 每一尊古魔都可以灭杀无上大教教主 可惜一落到方寒的头上就被震碎 连番的天结反而造成了方寒的万节不魔 但是到达最后 玄黄之气凝结化为了玄黄之血 杀伤力就显现出来了 传闻之中的玄黄之血 每一滴都可以融化数件王品仙气 用来洗涤周身 那是找死 无数个纪元之中 许许多多比西皇还要强横的古皇 要冲击天军的时候 但是渡劫的时候 却被玄黄之血直接融化 尸骨无存 散于天地 而西皇虽然厉害 但远远没有到达渡过天军之劫到时候 甚至 他都没有办法引发天军之劫 从天地同寿的境界到达天军 不知道有多少路要走 甚至比普通人修炼到达天地同寿的境界 还要困难得多 不到天军 都是蝼蚁 逃不过大劫 结束临头 飞灰烟灭 玄黄之血渗透进入方寒的身躯之中 当下晶体神国就有融化的趋势 不过他体内还有大量的造化神器碎片 稍微一震动 这些碎片解体 就和玄黄之血融合在一起 几乎是让方寒的身体 经历了一次天地大破灭 从混沌衍生出万物的过程 方寒身躯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洗礼 这次终于大成 而33天至宝 在连续洗礼之间 一下大成 33件至宝 全部都化为了王品仙器 在无边的造化之力中沉浮 方寒沟通造化 立刻就感觉到了 自己只要施展出33天造化神拳 就可以打出330倍的战力 没有错 战力倍增 完全突破了33倍 到达了恐怖了330倍 这就是33天至宝修炼 到达了王品仙器的神庙之处 完完全全的突破之骨 传闻之中 如果33天至宝 突破到达王胜品仙器的境界 就可以发挥出3000倍的战力 不过发挥出330倍战力 现在不知道要多少天卖元器 没有错 是纯正的天卖元器 而不是圣皆灵脉 方寒现在的实力太强横了 发挥出330倍战力 虽然不可能说堪比天君 但绝对可以轰杀所有的古王 只可惜 他体内的天卖元器 也不够他施展一次的 但是本身实力 也几乎是可以称霸天地 横扫宇宙 吞噬玄 方寒一手指天 所有的玄黄之血 全部都进入了身躯 西皇和皇府大道 都看到了一股打破所有规则 和天帝紧密结合的气息 传递了出来 这是表明 他全部容纳了玄黄之血 淬炼身体大圆满 彻彻底底到达天帝同寿的境界 天帝不灭 他就不灭 兽与天骑 无比恐怖的气息 从他的身躯中涌了出来 光是一股杀气 就足可以让皇府大道心惊胆战 现在的方寒 一个眼神都几乎是可以撕裂他的护身钢器 把他中伤 除非是天君出手 不可能把他降服和镇压 西皇 皇府大道 你们两人今天都要命丧于此 方寒此时此刻是真正的扬眉吐气 他仰望天空 投射过层层的迷雾 看到了遥远的未来 感觉到了天君的境界 从来没有过这一刻 他有如此强大的自信 也从来没有过这一刻 他拥有如此的力量 轰隆 他身体上的力量爆发 直接撕裂了这天庭宝库中的许多星球 砰砰砰 以他自身为中心 足足有数十颗储存强大法宝的星球 一下震成了积粉 里面封印的法宝 王品仙器 圣品 仙丹纷纷地击射了出来 这些王品仙器 圣品仙器 都拥有强大的力量 堪比古皇 一飞出来 就要对方寒这个入侵天庭的大敌 进行攻击 但是方寒五指一张 包罗天帝 无论是多么强横的王品仙器 还是圣品仙丹都惨叫一声 身上沾染了一股玄黄之气的力量 惨叫一声 灵魂化为乌有 全部都落入了方寒的手掌之中 可恶 西皇心疼地抽搐起来 这么多的王品仙器 足足有十三件 都是上古时代造化先王还在的时候 流传锻造的 都落入了贼人之手 就在这一下心疼之间 方寒已经携带着滚滚威士 来到了 他和皇甫大道的身边 一拳轰至 这一拳之间 立刻出现了一个 足可以把宇宙都吞噬掉的漩涡 拉扯之间 皇甫大道脸色巨变 连连后退 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彻彻底底的对方 还失去了信心 闻风丧胆 也好 方寒 我就真正地和你一战 看看你到达什么程度 西皇看见方寒一拳轰来 脸色前所未有的坚定 你这样的奇葩 一个纪元中多罕见 我是鸿蒙初开的一道 太初之气所画 就借你之手 正就无上天君之道 哗啦 西皇身上 一个又一个烈日升腾起来 刹那之间 以他为中心 足足有成千上万的烈日 此起彼伏 一本经书在烈日之中浮现出来 上面浮现出了四个大字 太初古经 这是他自身的修为 神通大道法则 化为的一本书 和方寒的纪元之书道理一样 现在 他祭出了自己的核心武学 要和方寒生死一搏 第1365章 三百倍战力 太初古经 方寒一看到了西皇施展出来的武学 立刻笑了 好 很好 这你是全部的大道精华凝聚吧 我斩了你 得到这太初古经 就可以更加丰富我的纪元之书 你这妖念 大言不惭 天君都无法斩我 而且是在这天庭之中 你能够斩我 西皇把太初古经 显现出来 整个人的风格位置一变 沧桑 胡须飘扬 好像一个大智者老人 指点了无数文明的诞生 天庭之力 加持我身 西皇身体连续踏走 在空中化为了一条幻影 手上一道道日轮刀芒 击射而出 切割向了方寒 那些日轮在飞行之间 和天庭宝库之中的元气 造成了一种共鸣 天庭宝库中的禁法降临 构成了一重重的天罗帝王 对方寒进行压制 没有用的 现在的天庭所有禁法 都去修复天恒了 根本估计不到这里 你运用的天庭之力 也非常有限 对于我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 方寒五指一并 锯成手刀 当空一划 命运长河显现 所有天庭禁法 全部破开 刀光运转之间 还斩杀西皇本体 他一下晋升到达 天地同寿的境界 小宿命树再次变化 几乎是就要突破最后一重 堪破命运 领悟到大命运树的一些奥秘 而且 他感受到的天界伟大存在 永生之门在自己意念中 也越来越清晰 他甚至知道 如果有大纪元 晋升到达天军的境界 就可以真正地感应到 永生之门在何处 看到真正的天界 乃至于诸多纪元之中 永远存在的第一神器 永生之门的实体 本体 小宿命树 西皇脸色一变 双手打出了太初法则 才抵挡住了命运长河式的刀芒 既然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我就是方寒 那又如何 小宿命树 已经被我修炼到达了至高的顶点 只要等我一晋升天军 寻找到永生之门 就可以领悟大命运术 到时候 天军都不是我对手 方寒也不使用其他的绝技 就是一手小宿命树 所化的命运刀盒 斩杀而出 一道道地破掉天庭禁法 消磨西皇的太初之气 刀光密布 如河流海洋 越来越密集 太可怕 我不能够陨落在这里 我得离开 皇甫大道神色站立 全身都是冷汗 在西皇和方寒动手的瞬间 就后退 准备离开战场 他的身体连番闪烁 跳跃出去 但是 就在这个刹那 方寒刷的一下 目光扫射在了他的身体上 抬手就是一刀 斩杀而来 无论什么时空 都阻隔不了来自命运的一刀 皇甫大道 我说了要斩杀你 你跑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用 方寒竟然是在和西皇作战的时候 抽身出来 罚出的必杀一刀 啊 皇甫大道的身体 被刀光一闪 斩成两半 他狂吼 身体再度要聚合 但是方寒的身体上 突然奋出了一个影子 绕过西皇 居然来到了他的身边 穷穷而立 脸色漠然 龙气翻滚 上面居然还有 丝丝来自剧毒之沟的毒气 毒气和龙气结合 突然一变 其中涌出了一股玄黄之血的气息 这影子手臂一阵 条条大惊 好像祖龙似的搅在一起 上面玄黄之气血迹斑斑 拥有强大的杀伤力 直接就是一抓 皇甫大道的身躯就开始冒烟 被这影子抓住 居然动弹不得 好像火烧灵魂 都要渗透出来 八部浮屠所化的分身 他竭力挣扎 运转力量 就看见了这个影子 居然是一件法宝所化 是经过了玄黄之血 天结洗礼的八部浮屠 方寒在和西皇战斗的时候 把这件法宝 从身体上飞了出来 用来击杀皇甫大道 八部浮屠的力量 今非昔比 虽然还是王品仙气 但吞噬了一对剧毒之沟 又吞噬了剿神之铠 再经过了造化神器残片的融入 又经过玄黄之血的洗礼 就算是单独的一件法宝 都可以接近审判之枪 这个级别的存在 皇甫大道 不是这八部浮屠的对手 大威天龙 大罗神赃 八部浮屠突然一下变化 成为了一个和方寒一模一样 但是头戴平天官 脚踏帝王旅的皇者 八部天皇 八部浮屠 显化出了无敌的形态 化身为八部天皇 大手擎拿 把皇甫大道的所有分身 全部都抓在了手上 再次汇聚成一个形体 威风凛凛的皇甫世家家族主人 皇甫大道 号称是大道化身的人物 就这样被彻底擒拿 直接炼化 八部浮屠化身八部天皇之后 擒拿住皇甫大道 直接就把经过了玄黄之血洗礼的龙器 冲击进入他的体内 立刻之间 这位无上教主杀猪式地吼叫起来 皇甫大道这尊无上教主 被八部浮屠抓住 居然无法反抗 开始炼化 这如果让天庭许多古皇看见 恐怕要被直接吓死 要知道 皇甫大道的实力 超越了一般的古皇 远在许许多多的无上大教主教主之上 只怕天庭十万大舟的无数教主 他都可以数一数二 但是现在 却被一件法宝就击败 而且是轻易击败 可见度过了天劫 经过玄黄之血淬炼的八部浮屠 又多么厉害 已经有了圣品仙器的一些特征 圣品仙器晋升的条件 就是和天君大劫一样 经受玄黄之气凝聚血液的淬炼 方寒 饶了我吧 我从此之后 不敢再和你作对了 羽化门和我们皇甫世家 世世代代友好 就算是天庭和你作对 我皇甫世家 也会最终和你们站在一起 皇甫大道杀猪式的惨叫之中 连连求饶 无上大教教主 绝世天才的风范荡然无存 我们皇甫世家 有老祖宗皇甫彼岸 如果有他的保护 就算天庭要对羽化门怎么样 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哈哈 痴人说梦 皇甫彼岸 皇甫彼岸能够比得上我 你既然知道我是方寒了 就应该知道 我的背后有混乱天军的存在 八部浮屠化成的八部天皇 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皇甫大道 你就彻底死心吧 给我练化 更多的玄黄之气 从八部浮屠身上冒了出来 打入皇甫大道的身躯之中 立刻皇甫大道的身体 就开始融化 一个晶体宝船飞了出来 这是他练就的本命猿灵 其中灵脉元气翻翻滚滚 居然都是天脉元气 哈哈 如此之多的天脉元气 皇甫大道 你真是天助我眼 可以让我施展出造化神拳 三百倍战力 直接轰杀西皇 八部浮屠把这晶体宝船 连带皇甫大道一口吞了 全身交织的大道纹理 立刻多出了一倍 力量一波一波 比天界潮汐还要凶猛 刷 八部浮屠化为一道光线 重新没入了方寒的身躯之中 这个时候 方寒本体正在和西皇斗得难分难减 方寒并没有施展什么道术 就是一手小宿命术 化为刀芒 吞吐之间 命运长河席卷 片片刀光 切割长空 无坚不摧 而西皇催动自己的太初古今 释放出阵阵的太初之气 和方寒对杀 此时的方寒 居然占据了绝对的上方 手刀一卷 刀气纵横之间 压迫的西皇喘息不过气来 庞大的宿命之力暴走 在这天庭最深处的宝库之中 横冲直撞 冲撞到哪里 哪里的星球就化为了粉末 里面的法宝 丹药 符就飞了出来 席卷进入了刀光力量中 再进入了方寒的身躯 方寒意念一动 那时 就看到了自己身体中 居然有了足足十二枚圣品仙丹 还有二十六件王品仙器 都是在战斗之中 收取的天庭宝库 可以把仙人直接吓死 除此之外 还足足有十九张天军炼制的符 各有作用 那些王品仙器 有顶 剑 刀 枪 琴 钟 炉 旗 帆 撞 各式各样 每一件都散发出极其强横 堪比皇者的力量来 也就是说 方寒把这些王品仙器收入囊中 转到羽化门中 立刻就会多出 二十六尊皇者级别的高手 这么多的皇者 虽然远远比不上天庭 但完全可以弥补 清洗华家而失去的实力 更加厉害的是 那些圣品仙丹 十二枚 在方寒体内镇压着 本来蠢蠢欲动 就要暴走 但是被玄黄之血所化的元气一刷 各个都寒蝉若静 动弹不得 这些圣品仙丹 各个如果化为人形 那就是无上大教的教主 相当于一尊天地同寿的皇者 道羽化门 如果能够臣服 就可以化为十二尊老祖 使得羽化门 一跃成为天界十万大洲中 数一数二的实力 至于十九道天君服 则是效果更多 好好利用 能够为门派制造出 更多的盖世天才来 不过这些方寒都不在乎 身体一动 那八部浮屠飞了回来 顿时就察觉到 那晶体小船中浓郁的天脉元气 非常丰厚 一粒粒细微的不灭天服 结成了一座座元气大山 在小船内部的宇宙中 沉浮不定 刹那之间 他就推算出来了 皇甫大道本命世界之中 储存的天脉元气 足够可以使得自己施展 大约三次造化神拳 三百倍战力所需要的能量 轰隆 他的身上 爆发出了叨叨造化神器 凝聚成一尊尊的造化之神 西皇 我就一拳送你上路吧 西皇一看 脸色刷得变了 造化神拳 三百倍战力 第1366章 天军出手 方寒战力开始薄发 体内完全凝聚成了 王品仙器的 三十三天至宝开始发威 周天仪的推算能力 比以前大了万倍都不止 周天仪 擎天柱 镇天环 封天锁 等宝贝全部都运转起来 疯狂地吸收着天脉元气 那斩杀的灾黄 宁皇 生皇 君苍生 都拥有不少的天脉元气 储存在方寒的体内 但是这样一运转33天造化神拳的时候 这些元气 简直是被一扫而空 幸亏是皇甫大道的天脉元气足够之多 否则不够汲取的 现在方寒体内的所有天脉元气 就足够施展三次造化神拳 33倍战力 可以想象得出 每一拳 该有多大的力量 无法无天的气息 从方寒头顶上冒了出来 凝结成一尊散型的法宝 这就是33天至宝之中的无天散 在造化神拳发动的刹那 所有力量 以方寒为中心 四面发散 一股超越了山海 洪荒 太古 鸿蒙 纪元 直接到达时间之彼岸的气息散发出来 咔嚓一下 就让西皇整个人无法动弹 西皇这位天庭第一古老的皇者 拥有太初之气 所化的无上血统 在方寒的气息压迫之下 居然完全都无法动弹了 脸上显现出无比恐惧的神色来 因为他发现自己 居然无法调动天庭的力量了 这是一个恐怖的信息 造化神拳 主宰天庭 他的嘴里 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来 终于知道造化神拳的催动下 天庭元气也要臣服 因为上古时代 天庭就是造化先王一手缔造的 造化神拳是他独有的绝技 在天庭中施展 整个天庭元气进法 都得要尊重这位古老的主人 西皇赖以抗衡的手段 被方寒真正地克制住了 方寒刷了一下 头发散开 身躯魁梧 高大 有龙虎风云之滋质 稍微移动 掌控世间所有 稍微行走 世间自在 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 拳头提起 风云雷霆 雨露节气 日起日落 全部都在一拳之中 这是开天辟地 铸造乾坤 拨动正气 扫荡腰分的一拳 这是斩破混沌 眼花大千 眼生原始 打开永生之门户的一拳 这是贯通未来 打出一条金光大道 康庄坦途的一拳 一拳之下 未来之一切魔杖 孽元 全部都打破 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33天造化神拳 330倍战力 浩浩荡荡 几乎是把西皇 全部都淹没 西皇在这其中 几乎是反抗的余地 都没有 竭力运转 太出古今 但是这本古今奥义 一运转起来 立刻就炸开 它如风中的灯火 随时都会熄灭 天君都无法杀死 他的修为 在造化神拳面前 居然都显得 无比虚弱起来 这就是造化之威能 尤其是在天庭中 造化之威 无与伦比 有加成的力量 方寒感觉到 自己在施展 造化神拳的瞬间 要什么元气 就有什么元气 此时此刻 它似乎是 成为了天庭的主宰 瞬息之间 西皇就要葬送 在这一拳之下 突然 一变突生 在方寒一拳打出的时候 茫茫天空之上 天庭最高处 出现了一股漩涡 几乎是撕裂亘古的力量 注意到了这里 哇 一道红光 倾斜而下 似乎是刀光 似乎是剑光 极光 彩虹 旧熟的气息 冲涩万古 方寒的开天辟地一拳 打在红光之中 发出了连串爆炸 但是却并没有突破红光 红光一卷 把西皇卷入其中 然后 再次一变化 红光朝着方寒席卷过来 每一道光滑 都有毁灭性的气息 这虽然是救赎之光 但也是毁灭之光 毁灭就是救赎 救赎之刃 圣品掀器出手 方寒一看 红光席卷过来 想也不想 脚步连踏 施展出了自由之意 偷天知道 世间自在王府的府也发动了 瞬息之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知道 这是救赎之刃出手 相当于天军级别的存在 他立刻就跑 现在还不是天军的对手 虽然他很想和天军一战 看看对方能不能够杀死我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他得到了足够的好处 必须要消化 体内 还有大量的造化神器残片 没有炼化呢 而且 现在形势危急 捞了好处就跑 才是正途 天庭可不止一位天军 全身的力量 催动到他最大 刷 方寒几乎是瞬间 就穿越了天庭所有进法 来到了天庭之外 可惜的是 那道救赎之光 穿越时间长河 居然追踪他出来 轰隆隆 救赎之光 冲出天庭 正好撞击 进入了一群蛮族大军中 无数的蛮族瞬息之间被蒸发 哼 如果是平时 这一道救赎之光 肯定是追得我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但是 现在天庭遭遇围攻 这道光芒在追杀我的同时 要毁灭蛮族大军 肯定要被各方面的高手拦减 我先逃离这场浑水 消化这次的所得再说 天庭的围攻战 肯定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足够我消化铸造无敌身躯 方寒再次加速 小宿命术运转 化为了一道 不存在于世间的影子 果然 那时空深处 巨大的天君虚影出现了 是蛮族的一位天君 看见救赎之人的光芒 在肆虐大军 一掌按了下来 巨大手掌 完全遮盖住了天空 时空浓缩 瞬间封闭宇宙 这大手甚至连方寒一起 都笼罩捕捉在其中 又是蛮族的苗栗天君 天君何等的厉害 自然看到了救赎之人 在追杀方寒 他也不会放过 一石二鸟 既要消灭救赎之人的光芒 又要擒拿方寒 哼 如今我的实力 也不是天君能够一掌 就击杀得了的 世间自在王佛 宇宙之中 一微尘 方寒心灵冷静 机智百变 全身浓缩 一下反冲 反而是直接进入了 救赎之人的长虹中 轰隆 天君巨长 和救赎之人长虹碰撞 巨大的力量 不知道毁灭了 多少有形无形的存在 方寒躲藏在其中 凭借着玄黄之血 洗涤的身体 死死抵挡住了冲击 而且在他的手掌上 出现了一团小小宇宙 在那团小小的宇宙之中 一个微型的巨长 和一道长虹争斗不休 这是方寒胆大包天 不但在两大天君级别的 存在对拼之间存活了下来 还乘机截取了 这两大天君一击之间的 元气精华 五道碎片 那掌握中微型宇宙中的巨长 还有长虹 是两大天君的绝世武学意志 能够在一拼之间存留下来的 绝对是精华之中的精华 传闻之中 由上古天君对拼 元气炸裂之间 五道精华碎片降落大地 都可以凝结出 天地精华一般的宝贝 甚至可以转世投胎 成为厉害人物 盖世雄才霸主 现在方寒收取的 这巨长和长虹 价值非常大 比一剑王品仙器 圣品仙丹都要大得多 方寒回去 融入自己纪元之书 五道文明篇章之中 更是能够再次晋升一步 也可以给羽皇参悟 那羽皇的修为境界 会再度提升 不可思议之秘境 三十六剑 走围上 方寒一 收取这五道精华碎片 身体再次消失 紧接着 两股强横的神念就扫射过来 天君的愤怒降临了这里 把这里全部都化为虚无 是救赎之刃 和苗黎天君同时发威 而方寒则是彻彻底底地消失了 不见踪影 他逃走了 乘着混乱 消失得无影无踪 谁也不知道 他去了哪里 如果是一般的人 天君可以推算出他的行踪来 但是方寒的命运无从推测 谁也不知道 这个人生在何方 尤其是现在 天庭大战在即 方寒摆明了要逃走 他背后更有绝世天君守护 无论是苗黎天君 还是救赎之刃 心中都清楚 如果追击方寒 背后肯定会引出很恐怖的存在 现在还不是分心的时候 两大天君在碰撞的瞬间 意念又狠狠对撞一计 双方退缩了回去 方寒彻底逃离了 这片危险的战场 收获丰富 不过他可惜 并没有杀死西皇和审判之枪 与此同时 天庭的审判之枪 已经得到了消息 雷霆大怒 轰隆 九重殿深处 审判之枪和西皇面对面的战力 听着西皇述说了刚才的一切战况 升皇 宁皇 灾皇 还有皇府大盗 君苍生一起去斩杀方寒 居然被他全部杀死 逃入了宝库之中 夺取走无数宝贝 窃取王品仙器 圣品仙丹 还抢夺走了造化神器残片 审判之枪是真正愤怒了 面目猙獰 脸色发紫 暴怒无比 在九重殿中走来走去 不子磨的殿堂的地面霍霍作响 似乎是在磨刀一般 方寒 我要杀了你 君苍生是永恒天君 寻找到法界的希望 也被你杀了 那造化神器残片 是天庭宝库的象征 也被你窃取了 生皇 宁皇是天君之子 你胆敢把他们杀死 审判之枪咆哮着 我怎么不早杀了你 留你到现在 我也后悔 西皇连连摇头 早知如此 就杀了他 现在迟了 审判之枪 我们两连合起来 现在都不是此人的对手 第1367章 乱世来了 现在此人的实力 已经不可抑制 只有天君出手 才能够彻底镇压他 而且 天君还要正规地出手 动用真正的实力 才能够将其击杀 此人已经修成了 天地同寿的境界 而且把33天造化神拳 修炼到达300倍战力的 恐怖程度 西皇一脸苦涩 回忆着刚才 不堪回首的一幕 刚才要不是我 被救赎大人的光芒所救 也肯定死在了他的手上 此人度过天地同寿大劫的时候 居然引动了玄黄之气 凝聚成玄黄 真学洗涤身躯 有了一些天君的特征 综合实力 只怕是已经可以在 天君后补榜单上 排名前十 如此之厉害 暴怒的审判之枪冷静了下来 步伐也停止了一些 其实他们两人 号称天君也杀不死 是天君并没有正式出手 就是相隔遥远的国度 或者是释放出一刀意念 一弹指等等的攻击 他们能够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下逃走 这是一般情况下 天君不愿意真正动身杀人 因为天君一怒 释放出来的威力太大 不知道多少异度空间要被毁灭 多少世界被重新缔造 一般情况 天君不轻动 都是意念凝聚天地元气 宇宙大势进行攻击 真身不轻易动弹 如果一位天君真身出来 击杀西皇和审判之枪 两人远远不能够逃走 直接会被捏死 不过 就算是天君一弹指 一道意念杀不死的人 也可以称雄称霸 堪称不死不灭的至高皇 审判之枪 你也知道 虽然你我二人 号称天庭第一谷皇 第一王品仙器 但也其实就是 能够在天界十万大洲中称雄而已 天庭十万大洲之外 无数势力 雄具一方 更有无穷前修的老古董 皇者之中 我们在天君后部榜单上 只能排列在后面 有一些古老的古董 足够有实力 发动天君大劫 是因为没有把握 所以 一直不敢发动大劫 怕灰飞烟灭 我们的实力虽然强横 但却没有引发天君大劫的能力 西皇一句一句 彻底使得审判之枪 恢复了平静 如此说来 我们没有办法对付那方寒浪 审判之枪冷冷道 此子是个祸害 没有除掉 他是我们的尸策 他现在掠夺了天庭这么多的质宝 又掠夺走造化神器残片 回去消化掉 更为厉害 他越来越强横 我们不越来越没有希望 那就要看了 天君之下 都是蝼蚁 破灭大劫一来道 不是天君的统统 都要飞灰烟灭 就算是天君 也只有五成的机会可以活下来 西皇道 此人只要不成天君 就有杀他的机会 而且 他掠夺了天庭如此之多的宝藏 等诸位天君从修行之中出来 肯定要对他进行惩罚 他也是秋后的蚂蚱 蹦Q不了多久 你看 旧熟大人已经修复了天之裂痕 天庭的进法再次完善了 审判之枪突然抬头看着天空 就看见被造化神器大幅批破的天庭 已经完全被修复了 在天庭内部 一股股力量汹涌出来 各种天庭进法更加强烈 居然反击了出去 看来这次是持久的战争 西皇点点头 幸亏神族七大远古神帝 第四天之流 只能够催动造化神器大幅的虚影 若是真实的本体降临 恐怕天庭就得被劈成两半 始祖圣王当年被鸿蒙道人击伤 还在沉睡 无法苏醒 必须要造化先王的鲜血 以同样的先王唤醒灵魂 审判之枪脸上显现出笑容 所以 我们固若惊烫 这些远古神帝 一界天君 蛮族大约还不知道 天庭五大天君大人 正在修复完善破损的 三十三天之宝 圣品仙器 只要一旦修复成功 就等于是 多了三十三尊天君 甚至还要厉害 横扫朱天 西黄眼神闪烁出七代的光芒 说起来 都是那轮回到人惹的祸 当年造化先王的造化神器 三十三天至宝 被电母天君施展出来的 大命运术召唤的永生之门击破 电母天君虽然因此陨落 但是后来造化先王 又重新锻造了三十三天至宝 不过是圣品仙器 无法化成造化神器了 可惜在锻造了一大半之后 造化先王又消失了 当年轮回到人 把所有的功力 灌注进入黄泉大帝的身体上 使得他直接突破天君飞升 搅得天庭鸡犬不宁 五大天君合力催动 圣品仙器的三十三天至宝 把黄泉大帝震死 不过三十三天至宝也就有了破损 本来就是不完全的宝贝 审判之枪 述说着一段历史 十分可惜 要不是震死黄泉大帝 三十三天至宝 现在早就被五大天君祭练成功了 就算是圣品仙器 也足可以横扫诸天 斩灭一切异端 不过现在 也应该快要成功了 一旦成功 方寒之流的跳梁小丑 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 在这天庭之上 遥远地祭出三十三天至宝 一击把羽化门全部灭杀就是了 西皇杀气腾腾 走 审判之枪 我们联手出去 击杀蛮族大军 刷 两大高手冲出了天庭的进法 无休止的战争 在天庭周围的千百亿空间中进行着 战火一直连绵向外 甚至魔戒的天魔都被召唤而来 一些上古飞升的魔戒高手 圣魔散修 都纷纷地进入了征讨天庭的计划之中 而此时此刻 方寒悄悄地脱离了战场 回到了中洲与化门 他一路飞行 就看到了天界十万大洲广阔的地狱中 真正的灾难降临了 处处都是冰火 无数的无上大教都遭遇到了异解 蛮族 神族大军的攻击 一座座的大洲 全部弥漫在战火硝烟之间 甚至是许多蛮荒的兽族 都进入了其中 盛火打劫 天界十万大洲外面 就是蛮荒之地 蛮荒之地 除了蛮族之外 还有兽族 一些凶兽 神兽组成的势力 也是庞大无比 盘踞在各个异度空间之中 甚至缔造了自己独特的世界 荒兽界 和神界 龙界 佛界 宝界 丹界 法界 这些神秘的世界并列 现在 兽族也出现了 因为天界十万大洲 是最繁华 灵气最为充沛的地狱 经历了无数亿万年的修养生息 所有的无上大教都成长了起来 积累了不知道多少法宝资源 冰火 战乱 天界也开始乱了 方寒看着这一切 十万大洲 处处冰火 修饰和蛮族厮杀 和野兽厮杀千百亿万兆的战场 天穷破裂 无数的魔头也降落下来 有人似乎直接打破了 天界和魔界之间的屏障 直接让许多古魔飞升降临 与此同时 方寒的洞天眼 甚至看到了 在天界十万大洲之外的海洋上 许多海族妖兽出现了 一股强横的是 真正天军的气息 从海面无穷深处传递出来 似乎是海族的天军出现了 也要奋一杯羹 破灭天庭 方寒此时此刻知道 天界开始真正地乱了 乱得一塌糊涂 天庭被围攻 这绝对是一个持久的战争 战火不止燃烧一天两天 甚至是数年 数十年 成百年 上千年都不稀奇 天助我眼 天助我眼 我现在要的 就是一个乱字 只有在乱世之中 才能够真正地崛起 现在天界十万大洲 处处冰火 无上大教 都开启了防护禁法 低档入侵 我就可以乘机吸取别的势力 壮大自身 有了充分的时间 来晋升 方寒看到这一切 心中大喜 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 乱世 才能够出英雄 天庭的执行力度不够 他就可以城市崛起 回到羽化门 先吞并一切大势力再说 天庭十万大洲 有多少无上大教 多少神秘势力 鱼龙混杂 这次天才战参加的高手 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还有许许多多的邪恶势力 并没有出来 乱世一起 方寒就可以乘机破灭一些无上大教 壮大羽化门的势力 而且 他有了足够的时间 消化体内的造化神器残片 把自己的修为更加提升一步 为冲击天军之位做准备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有了冲击天军的资格 不知不觉之间 他成为了天地之间 最有希望晋升为天军的人选之一 天军并不单纯上是实力 而是能够多活一个混沌纪元的希望 是神话 遥远的中洲就在眼前了 羽化门在即 方寒也看到了 中洲完全陷入了冰火之中 整个中洲古城的进法已经开启 许多蛮族 神族 异界 兽族 甚至还有海族 魔族的大军都在中洲的土地上 烧杀抢掠 而羽化门的弟子 成群结队 在中洲的大地上和许多教派一起 对抗入侵 并且把一个个的教派 国家的人都接引进入中洲古城之中 整个中洲 地狱无穷 不知道多少名山大川 多少门派 多少仙人国度 这些都是资源 羽化门作为主宰 自然不能够让他们一一沦陷 全部都接入中洲古城 一起抵抗外敌 方寒看着这一切 暗暗点头 心中风云激荡 乱世来了 正是他腾飞的好时候 第1368章 返回门派 乱世降临 天界处处封烟 处处冰火 正是英雄出世 只守晴天的时候 方寒看着中洲大地上 战争不停 各处地狱 不知道多少古魔横行 蛮族入侵 却并不去管 而是直接一步 踏入了中洲古城之中 回到羽化门内部 现在他的实力 处于了仙人的巅峰 顶尖水平 连西皇都可以被他斩杀 天庭的审判之枪 都要甘拜下风 天军都无法杀死他 本来只要一发威 法力族可以把整个中洲大地 都笼罩起来 里面入侵的所有魔族 全部杀死恋化 不过他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先去寻找羽皇商量 这些古魔 蛮族 异界高手入侵 正可以磨练羽化门弟子 从惨烈的杀戮之中 陶冶出绝世天才 宝剑峰自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现在正是一个大好机会 残酷的环境之中 才能够真正地使得门派 在血与火之中重生 一眼之间 中洲全部都在眼眸之中 普通的金仙要飞越整个中洲 需要几年的时间 而方寒现在全力施展出法力 大手打出 几乎是可以把整个中洲都覆盖 这其中的实力差别 蝼蚁和神龙都不足以形容 现在的方寒 只要消化了体内残余的造化神器残片 在苦修一段时间 把所有的奇遇都消化掉 镜中生动 就可以无限触摸 那神秘的天君之境 他的寿命 真正地和天地同寿 寿与天骑 直接施展出各种燃烧寿命的手段来 寿命刚刚燃烧 天地精华 破空而来 把寿命弥补完全 不过全身的精气 有一些损耗罢了 快了 快了 迟早有一天 我会踏入这个天地之中 至高无上的巅峰 方寒心潮起伏 感受着自己身体上的力量 现在他是真正接触到了巅峰 踏入那个天君的境界 不再是遥远的希望 而是一步之遥 与化门深处 才绝点之中 与皇 掌教至尊 兵皇 月皇 梅皇 兵皇 朱皇 忠皇 中皇 末皇七大皇者 都端坐在王座之上 其余一些王座上 都是与化门的圣人 还有原先级别的大太上长老 挤挤一堂 与化门正在开会 不得不说 与化门的实力 经过了一次大清洗之后 精华损失了许多 现在全部端坐在一起开会 就有一些缭络 好在这次天庭天才战 与化门大批圣子 得到了不少好处 个个都已经晋升 为与化门增添了新鲜血液 不过这些新鲜血液 要真正成长为皇者 也得需要时间 孙诗化 虚木云 道序圣子 陈一梅这些和方寒关系不错的 也都成长 为了圣人 包括那获得阿赖耶之剑的沉心 也修炼到达了半生的修为 只差一点 就可以晋升为圣人了 成长之快 令人瞠目结舌 想不到 天界真正的乱世大劫降临了 会议之中 就连一直沉默寡言的莫黄 都忍不住说话了 眼下 我们中洲也遭遇到了异解 蛮族 神族 还有魔界 兽朝 海族的进攻 所有的门派 国家 都已经迁徙进入中洲古城中 整个古城的进法全部开启 不过外面的攻势越来越凶猛 恐怕不久之后 就要被攻破 虽然我们羽化门有进法 安然无恙 但是整个古城丢了 也损失太过严重 没有办法 整个天界十万大洲 都进入了一种紧急的战争状态 甚至连天庭都遭遇到围攻 我们羽化门还好一些 一些大士家 整个山门都快被灭了 兵皇摇摇头 这两天 我们已经接到了许多大士家 还有大门派传递过来的救援符 乱世真不是一个好事 岳皇摇摇头 乱世是一个好事情 羽皇突然开口了 乱世正方便我们羽化门崛起 天界的势力 得重新划分了 我们羽化门清洗了华家 损失精华 正好可以在这次乱世之中弥补起来 不过 师兄说得不错 乱世出英雄 我羽化门少了华家的累赘 可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一个声音从财绝殿之外 远远传递过来 随后整个殿堂的中央 就凌空战里出现了一个高大 伟岸的身影 这个人手拿权杖 身穿染血之衣 好像行走在人间的神灵 传递道义和真理的大智者 正是方寒 风云 你回来了 你不是听说 被审判之枪 发配到天庭征讨大军之中去了吗 须目云等人看着方寒 顿时大吃一惊 纷纷站立起来 方寒师殿 你的实力 你的气息 你近身到达了天地同寿的境界了 羽皇也刷的一下睁开了眼睛 全身一个颤抖 显现出了惊讶的神色来 他现在的实力 堪比天庭诸多古皇 自然也看出来了 方寒身上的气息 是何等的深不可测 何等的如渊如海 何等的无敌 什么 天地同寿的境界 诸多皇者都全部站立了起来 看着天空中方寒的身影 眼珠子都差点掉了出来 你 你你你你 月皇这个女子看着方寒 你在参加天庭天才战之前 不过是一个圣人 能够突飞猛进 到达这种境界 天地同寿的境界 就是无上教主啊 兵皇身影着 那我们羽化门 不是出了两个天地同寿的强者 这下 我们羽化门的实力 已经完全地超越了 清洗华家以前的状态了 一个天地同寿的强者 是什么概念 就等于是门中的镇教之宝 因为门派中的皇者寿命 也是有限的 不会无穷无尽 但是天地同寿的强者 就不会死亡 可以永远保护门派 方寒 如果我猜测的没有错的话 你现在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越了 天地同寿的境界吧 无限接近于天军 你在天庭之中 得到了极大奇遇 羽皇站立起来 再度打量 方寒全身上上下下 不错 我在天庭之中 遭遇到审判之枪的陷害 不过却拉拢了复仇之矛 正好就遇到天庭遭遇围攻 于是闯入了天庭宝库之中 一连斩杀了太义门长教 栽皇 君苍生 生皇 宁皇 皇府大道 方寒站立不动 大手一挥 顿时一副自己战斗 击杀的场面 就出现在了空中 飞速地演绎着 活灵活现 这是他以无上法力 催动时间规则 再现当时的一幕 彻底震惊了 羽化门的众人 彻彻底底地 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思维 方寒的身体越来越高大 几乎是可以和当初 开派祖师 化天君媲美 就连羽皇也呆呆地 失地 这可是真的 你把我们羽化门的死对头 太义门长教 也斩了 生皇 宁皇 皇府大盗都斩了 尤其是皇府大盗 此人可是皇府世家的天才 无敌教主啊 连西皇都差点被杀死 这 这还是人吗 君苍生是天君转世 也被杀死了 这 这到底是什么人 风元 方寒 所有的羽化门高手 都议论纷纷 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所有的羽化门 太上长老 皇者 圣人 都处于了一种癫狂的状态 好了 羽皇突然站立起来 我现在就公布一个秘密吧 反正方寒师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就索性告诉大家 风元 也就是方寒 他是我们羽化门 在世俗之中的掌教至尊 已经把羽化飞生精的残骗给了我 他飞生上来 进入我们羽化门中 天纵之才 原来是这样 是我们羽化门在世俗之中的掌教 能够飞生到达天界 的确是厉害 这下 我们羽化门真正的耀武扬威了 你说 方寒会不会修炼到达天君境界 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一句话 顿时整个羽化门才绝殿中都沉默了下来 天君这个沉甸甸的字眼 足可以压他万古 天地同寿的境界还算不了什么 许许多多的无上大教高手都有这个境界 但是天君就不同了 是天界之神话 出一个 所有的弟子都基本上有了绝对的靠山 所有的人都望着方寒 寂静 彻底的寂静 师殿 你说自己现在到达了什么境界 宇皇以无比凝重的语气发问 有没有希望冲击天君的境界 毕竟 你的实力能够斩杀皇府大盗 击败西皇 这种境界的上古皇者都已经彻底隐修 参悟天君之道 有的甚至能够引发天君之劫 可惜都不敢引发 你是这一个纪元之中难得的奇才 很有可能进入天君的境界 你如果真有信心和机会 那么我们就会全力支持你 你如果真正的冲击到达了天君境界 那我们羽化门 才可以真正的屹立于这天界的巅峰 宇皇不得不慎重 方寒也知道事情的重要性 不由地运用出全身的力量推算起来 过了好一会 才缓慢开口道 我的确是有希望冲击天君之道 不过还得巩固很长一段时间 把体内的造化神器残片消化 同时 引发那天君大劫非同小可 我度不度地过去 几率也小之又小 第1369章 天君后补榜单 说实在的 方寒现在对于晋升天君之道 并没有什么把握 天君的境界和天帝同寿的皇者境界 不知道相差了多少 其中每走一步的艰难困苦 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想到的 最起码 晋升天君境界的最低标准 就是要有引发天君大劫的能力 方寒现在还没有能力引动 对了 羽皇师兄 我听说天界有一件榜单 叫做天君后部榜 上面记载了无数有资格晋升天君境界高手的名字 你知道不知道 这榜单在什么地方可以观看 方寒突然问道 我观看这榜单 看看一些什么人在我上面 也可以使得我详细地推算天君之道 到底有那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天君后补榜单 羽皇沉默了一下 点点头 的确是有这样一个榜单 传闻之中 是在真理殿堂里面 是传闻之中 天界三大先王之一的真理先王 遗留下来的巨大势力 现在由真理先王的几大主持 实力不在天庭之下 是在天界另外一端 也只长庞大的宫廷 传闻之中 那榜单叫做天地同寿榜 所有修炼到达了天地同寿境界的皇者 都会自动地出现在那榜单上 榜单由高到低 其中最有希望晋升天君的高手排列在前面 所以又被人称呼为天君后补榜单 什么 还有一个和天庭相当的势力 方寒也没有想到 居然在天界之中 有和天庭不相上下的势力 叫做真理教 不错 天界太大了 就算是天君也找不出来其中的边际 羽皇道 真理教的势力范围非常之大 离天庭十万大洲的距离也相当地遥远 就算是我的飞行速度 也要飞行数十年 乃至于上百年 才能够到达 其中更相隔有无数条天欠鸿沟 是当年造化仙王和真理仙王划分出来的 方寒手持权杖 听着这些 静静站立空中 似乎是在推算自己脑海中庞大的记忆 那皇甫大盗 君苍生 灾皇 宁皇 生皇这些人的记忆 都在他的脑海中一一地浮现 抽取 演算 过了半天 他才常常叹息一声 天界实在是太大了 天庭也并不是唯一的主宰 不过这样也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羽化门增强实力 才是王道 羽皇道 现在 方寒你回来了 我们羽化门的实力大增 只要不是天军出手 就奈何不了我们 更何况你背后 还有混乱天军的支持 现在我们就放手 把围攻中州的大军清扫一空 然后吞并别的大洲门派 混乱天军 真的是混乱天军 他的背后 是混乱天军在支持 羽化门的诸多长老皇者 都震惊起来 那为什么击溃化天军神念的是传说之杖 是混乱天军和宝戒达成了协议 成乱壮大实力是必须的 不过 我这次在天庭得到了不少宝藏 也要消化一下 冰皇 月皇 你们也苦熬了很久了 我现在就开始提升你们的实力 把你们都一一提升到达天地同寿的境界 圣品仙丹 出来吧 我 虚空之中 随着方寒一挥手 立刻就出现了一道道强大的丹气 足足十二枚无敌的圣品仙丹显现出来 每一枚都凌空悬浮 自称一个神圣国度 绽放出天地同寿强者的无上威严 圣品仙丹 居然足足有十二枚之多 这是 上古造化仙王炉中 炼制出来的无上圣品仙丹 十二大仙灵宝无神丹 传闻之中 吞浮之后 就可以把自身原神 炼化到达寄托虚空的境界 对于天地同寿的境界大有必义 而且 这每一枚丹药 化成人形 都是一尊天地同寿的丹药老祖宗 这一下 连羽皇都吼了起来 实在是太震惊了 十二枚圣品仙丹同时出现 每一尊都等于是一尊天地同寿的皇者 半步天君级别的无上存在 除了天庭之外 恐怕就算是有一些 有天君坐镇的无上大教 都没有这种实力 一下拿出十二枚圣品仙丹来 这些圣品仙丹 其中强横无匹的耀灵 在里面奔腾 要脱离束缚飞出去 羽皇觉得 自己都镇压不住 但是方寒却轻易镇压住了 轻描淡写 这就等于是直接镇压了 十二尊无上大教的教主 全场沸腾 所有羽化门高手都沸腾了 上到弟子 下到长老 也都热血沸腾 这是奇遇 天大的奇遇 一次性多了十二枚的圣品仙丹 这是无敌的宝藏 这十二枚圣品仙丹的 丹药之气飘逸出去 许多弟子闻到了这个气息 全身都舒畅了起来 有一些身上有暗伤的长老弟子 闻到了这气息 立刻挖地吐出了一口淤血 伤势完全恢复 修为精进 那修炼到达了半圣境界的陈星 突然飞了起来 头顶上出现了天结 居然直接就晋升到达了圣人的境界 要知道 圣品仙丹的丹气都非同小可 当年南宫世家 送了一葫芦丹气过来 都可以帮助方寒增强寿命 冰皇 方寒大吼一声 手指一弹 一枚圣品仙丹 就直接飞出 打入了羽化门冰皇的体内 立刻冰皇整个人凌空飞起 发出了不由自主的大吼 身上元气全部薄发 一枚圣品仙丹 融入你身体 弥补你大到缺陷 我就帮助你 提升到达天地同寿之境界 为我羽化门 扬名立万镇压万方 方寒凌空一抓 命运长河滔滔不绝 直接打入冰皇体内 冰皇身上的至仙法则 就开始显现 一条条无比粗大 整个人的实力突飞猛进 几乎是提升了数十倍 身上一道道的法则 都开始和天地沟通 头顶上居然出现了天结 这是天地同寿大姐 倒数催生 法外之法 突然 羽皇的身上 冲出了一尊羽翼长剑 正是圣唐之剑 看到了方寒 居然直接帮助兵皇冲关 这口剑 都震惊地呆滞住了 要知道 就算是皇者服用了圣品仙丹 也不可能立刻冲关 起码要温养丹药 调理境界 因为境界的领悟是 需要时间的 但是现在 方寒居然直接把境界 打入了兵皇体内 强行帮助他冲关 这种手段 只有天君才能够做到 或者是传闻之中的 法界最高秘诀 法外之法 现在方寒的实力 虽然和真正的天君比起来 相差很大 但是经过了玄皇之邪的洗涤 有了天君的气息 而且 他吞了君苍生整个人 得到无上记忆 把三十三天至宝 凝聚成王品仙器 推算之力增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猛烈推算之间 已经把法界无上法 推算到达了最完整的地步 而且 已经完完整整地 得到了三千大道中的 两千九百九十九种 本来 君苍生因为没有学会 大因果术 大冤枉术 大轮回术 所以 法界无上法还不完全 那法门凝聚出来 也不完善 但是方寒却已经学会了 所有的道术 大冤枉术 其实早就得到了 玲珑仙吞的口诀 就是一直没有修炼而已 现在修为到达了这种境界 稍微移动 天地之间无穷愿力滚滚而来 立刻就凝聚成了这门大道术 刹那之间 三千大道 只剩下排名第一的 大命运术 没有学会 他和鸿蒙道人一样 学会了两千九百九十九种 无上大道 而且 他还会小宿命术 大命运术的分支 几乎是在刹那之间 就把三千大道 差不多补充完全 法界无上法推算起来 有一种近乎于开天辟地 再造乾坤的大圆满 并且推算出来了 超越法界无上法的 法外之法 哈哈哈哈 方寒一声长笑 圣唐之剑 没有错 正是法外之法 法界的最高奥秘 我已经推算出来了一丝端倪 等待时机 我会进入法界 为我羽化门增添更强的实力 月皇 兵皇 七大皇者 现在都晋升为天地同寿的境界吧 方寒再次屈指一谈 运转无上法力 六枚丹药 进入了六大皇者的身躯之中 这些皇者 全部都飞了起来 在方寒的法界无上法 甚至法外之法的气息下 都出现了天结 直接晋升 七大高手 同时渡天地同寿大结 到底有多么强横 整个羽化门裁决殿中 全部都是雷霆 魔头 无上心魔 甚至是魔中之魔 还有道徒 天恒 降落下来 但是方寒就这样站立当场 看着所有的天结落下 突然大手一抓 轰隆隆 无敌的法力衍生出去 那些天结之中 居然发出了惨叫 在他的法力之下 天结都畏惧了 瞬间被凝炼成了一道道的天结之画卷 进入七大皇者的体内 被徐徐炼化 周身由内向外地淬炼着 七股强大的和天地共鸣 夺取天地受命 为自己所用的气息 从七大皇者的身体上 散发了出来 羽化门七大皇者 同时修炼到达了天地同寿的境界 把天结直接浓缩 淬炼我们的身体 这种手段 只有天君才有啊 这才是掌握造化的力量 服了 我们彻底地服了 兵皇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没有料到 自己有修成天地同寿的一天